一見到醫生出現 男童父親立刻雙腳跪地 拜託醫生救救他的寶貝兒子 情緒幾乎崩潰 雖然院方極力搶救 但早就沒有生命跡象的小男童 最後還是回天法術 無法接受的家屬 再也忍不住淚水 放聲大哭 看到爸爸如此難過 貼心的小女兒 趕緊親拍爸爸的背 希望能夠給他一點安慰 原來一號下午三點多 住在台北這一家人 到宜蘭投城外澳海邊玩水 沒想到八歲小兒子 卻不慎溺水 等到被人發現救起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跟我太太從那邊走過來 看到外國人把他抱在身上 上岸的時候有呼吸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呼吸 就是趕緊 我們來就快 在車上趕快去救 一想到當時狀況 救護人員也覺得難過 儘管全力搶救 還是晚不回南童的性命 沒想到全家開開心心出門玩水 卻不幸發生意外 天人永隔 讓人不聲唏嘘 記者林一山 廖宜志 一蘭報導 好